喂 作業盒子 到目前收到一件的狀況來看 今天教的有加分 然後最晚禮拜一 十二點 晚上十二點之前 也有寄過來 之後你就不用寄了 好 我可不可以 可以吧 你們今天下午大概也不能做吧 做我 做我 不是啊你們不是要準備那個 不是那個 交流 啊 所以你們都不用準備什麼 好 所以只要坐著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嗎 好 來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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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刀 这样是� 죄kas 它是譚木的维管素综成 木石步、韧皮步 这些细胞的特性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那這個組織就是這個鬥躁要怎麼利用 那有一個概念可以先把你們國中的東西拿來談一下 對這問題來講 對這問題來講 國中學會有一個概念 就整個植物體來說的話 它的角色是生產者 它從外界裡面需要的幾項重大的資源 第一個當然很重要的是水 植物吸收水分的主要部位就是根 所以現在水分從根部進來 可是對於需要水分的部位來說 是整顆植物體都需要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就是所謂的電解石礦物質 一般在整個土壤當中 礦物質如果可以先在水裡面解離 產生那些帶增電帶負電的 我們最後一個籠統的代號 就是那些比如說鈉甲鈣等等 然後像那種磷酸鹽等等 這些植物所需要的各種芽離子跟硬離子 其實當植物要取得的前提也是 它要先融在水裡面 然後也是透過根的吸收 所以國東應該就有這個概念 水分跟礦物質基本上 從哪裡進入植物體 從根部進入植物體 這個是對於生產者來說 它需要的生存資源之一 之後光合作用的時候 光合作用的時候 綠色的部位照到光 那可是接下來 在 什麼樣子 可以做一個精彩 好吧 所以接下來 植物照光之後 如果要行光合作用 那麼二雅化碳 寫這邊 二雅化碳 要透過氣孔進到植物內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 非常重要的資源 光合作用 總共需要兩個很重要的材料 二雅化碳跟水 對不對 取得二雅化碳的管道 主要是透過氣孔 等等透氣性的構造 所以氣孔打開 二雅化碳可以進來 那水分呢 水分你就要去看 葉脈這個地方 葉子的圍管束 一樣 有墨子布跟皮膚 上次提到 葉子的墨子布跟皮膚 誰在上 誰在下 誰在上 誰在下 葉脈的部分 墨子布分布在 位置在上 是上方 然後讓皮膚在下 好 所以 如果說 根吸收的水分 我們可以透過圍管束 由根 流向金 然後再進一步 流向葉子的話 那麼 對於 像葉子 這樣主要型光合作用的部位來講 兩個 重要的成分 就拿到了 對不對 二雅化碳跟水分就可以拿到 所以 取得二雅化碳的地方 跟取得水分的地方 剛好 是落在植物圓圓的兩頭 那所以這個時候 這可以凸顯出 運出的必要性 那沒辦法 因為它是多細胞生物 這樣 所以 對一個生產者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我們不需要去討論什麼 我們需要 攝取有機物 植物需不需要攝取有機物 可以看到嗎 所以再仔細想一下 有一些農業上的栽培技巧 有沒有聽過 豬舌頭的 豬舌頭的 等一下有種牛奶芭樂 介紹一下 有沒有 牛奶芭樂 你到苗栗那邊去 你會看到那個 用牛奶種出來的草莓 對不對 有吃過嗎 還有用草莓種出來的香腸 沒有 用草莓做出來的香腸 有吃過嗎 你試試看看 口感的風味特殊 好 然後豬舌頭之類的 那所以 對於植物來說 因為它是生產者 就不用去考慮那個 有機物的問題 因為它是生產者 它自己可以製造有機物 但是 你要提供給它必要的資源 那一般的電解石的部分來說的話 因為它應用範圍會比較網伴 所以如果你有碰到的話 就稍微留意一下 很多植物其實營養不良 事實上是電解石 可能補充不足 好 所以 現在 好 我們如果去看運輸這個部分的話 木質部 微碗樹是主要的運輸構造 而 微碗樹當中 兩個部分 木質部 我們上次講過 木質部主要是協助水分 跟電解石的流動 附帶的 偶爾會幫忙一些有機物 的運輸 所以 木質部裡面 還是可能會出現有機物的 但任皮膚它的主要任物 就是 有機物的養分 可以在植物體內交流 所以 先口核把這個講一下 當葉子 進行完光合水分之後呢 透過葉脈的幫忙 就可以把那個糖 給帶走 帶到哪裡去呢 帶到 往金的這個方向 對不對 好 可是你不要以為 我上次提到這件事情 你養恨離開葉子之後 到底是 往下 還是 往上 很難說 因為 如果你從根的觀點來看的話 好 葉子相對於根來講 它是在上根在下 所以 這個時候 如果養分從葉子流上根 當然是想向下 可是 如果萬一這個養分是要去提供給植物的頂牙利用 所以這時候 養分流動方向就會是向上 對不對 你在白天的時候呢 整體上大部分的葉子都在行光合作用 所以整體上白天的時候 養分的整體流向 有一點點 約約是向下 對不對 可以到晚上的時候 那葉子不行光合作用 而植物的頂端的這些牙 它還在生長 然後所以需要大家的養分 這時候就有可能是 留下往上 所以養分的流動超麻煩 養分的流動 請你先把這個條件講清楚 時間要講清楚 部位要講清楚 因為 那個兩個不同的部位 就決定了養分的流動的方向 先往下 那養分的部分如果有空的話 我再補充 因為課本這個地方很不幸的它被砍掉了 那所以我們就看這個焦點 就先放在水分這個地方 好 因為它不太單純 進來之後 水分的流動方向 只有一個方向 一定是向上的 所以相對簡單 可是方法上呢 因為對一個食物體來說的話 有沒有真的看過鹹胎 我還沒有去找到耶 那種小型的這種胎類的話 大概這麼高 對不對 老實說 因為你們國中應該都學過 鹹菜是無微管樹植物 你看它沒有微管樹 就可以搞定 對不對 那你植物體再大一點 一般的草本植物 像我們草皮上面的草層高 再高 對不對 樹木 對不對 一二十公尺以上 甚至有一些植物呢 已經可以高達一百公尺左右 這麼高的植物 你要如何讓水分確保 一路從根流相親 再流到硬 這個就有難度了 好 所以我們先從以前已經先嘗試體驗過的 一個會出現的現象 還記不記得標題先不寫 那時候不是給你們一個玻璃管 然後呢 如果你讓這個細細的玻璃管去接觸水 就這件事情齁 好 好 好 然後 管子裡面的水位高度 會比外面還要來的高 怎麼聽起來 有沒有 都還記得有沒有 所以 當一個 夠細的管子 然後它跟水晃出的時候 雖然這個地方承受一大氣壓 然後呢 這個地方也承受一大氣壓 下面是相同的 但是 因為管子夠細的關係 我們卻可以把水柱搭到一個高度 我那時候好像給你們量 不然我們真的量了 大概可以到接近一公分 如果你還可以更細的話 我是沒有那個不同的管子給你們比 如果可以再更細的話 你就會把這個水柱更高 你看 然後這個管子 當時候給你的直徑 是八水微米 那 還記得導管吧 我們上次堂課才講的 木織布的細胞 就是導管跟管包 導管的話 它的內徑 管徑 有機會達到二十個微米 你看 所以 如果想辦法再做細一點的玻璃管的話 你就會看到 這個水柱可以更高 既然我一個玻璃管都可以達到 產生這樣的現象 所以你去想像一下 導管跟腳導管 它是死細胞 它是用什麼做的 導管腳導管用什麼做的 它用的是 吸水力更好的材料 所以你可以想像 事實上 它水柱上升的高度 應該會更明顯 所以 毛器作用 必然存在於木織布當中 但很不幸的 我就算打這個 直徑除以四好了 高度達五度增加 但是到底可以蹭到多高 恐怕 要應付一些高達的事物 顯然的還是有困難 雖然我們沒有實際去測 它到底可以上升到多少 對不對 所以 毛器作用 會普遍存在於微細的管境 那 木織布裡面的導管跟管包 就是屬於微細的管子 雖然它的留下的細胞壁 那個成分 對於水柱上升 是絕對有幫忙的 因為 管壁裡面 還記得這個原因嗎 在這個地方 可以讓你看到一個跡象 管壁跟水分子之間的吸引力 對不對 所以你要考慮一個力量 就是附著力 附著力的產生來自於管壁跟水的吸引力 對不對 可是管壁不動水可以動 對不對 所以最後呢是水被移動 對不對 接下來為什麼整個管子裡面的水 可以整個連續性的被拉起來 因為這個地方的內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水分子間的作用力 就是輕艦 然後籠統的說法把它叫做內距離 有沒有 這是兩個力量的一個加成的這個效果 然後才展現出 因為這個水柱被拉到了 所以它既然木織布裡面的管子都這麼在 所以毛細作用必然發生 但恐怕如果你想要依賴它 然後這個水柱可以繼續上去的話會有難度 所以勢必植入要找到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 不要忘記 目標可能是在很高很高的葉子 好 所以後來呢 在一些實驗呢 他們就發現 假設你現在啊 找一顆年輕的部分植物 然後它這個金呢 就是小幼苗好的 金大概這麼粗 因為一般買得到這個管子 大概這麼大 然後你就從那個地面之上 大概留一個收藏寬度呢 直接剪掉 好 就是留下那個金的基部的這一段 剩下的枝葉全部都不留 剪掉的時候呢 你幫它套上一個香蹄管 套上去 然後留一個高度 然後這個 在上面這個軟管的部分把它撐住 然後把裡面灌水 好 大概灌一半的高度就好了 接下來 水 進去之後不要留下任何空隙 在那個水位最高的地方 刮一個痕跡 好 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 咦 那個水位變高了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現象 我們發現 當植物沒有枝條 沒有葉子這些資源的時候 它還是有辦法 持續的拿到水分 因為你那個水 那個碗子裡面的水位會上升 一定是根有貢獻的水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如果你現在呢 把根這個地方 還記得根的橫切吧 這個層次 從最外面是 表皮 這個地方 然後 表皮這邊 會有一些特化的細胞 然後 這個地方 是中柱 中柱是尾管處所在的部位 表皮跟中柱之間 基本上叫做皮層 啊皮層的最內一層叫做什麼 皮層緊貼的中柱那一層 有特別的形狀跟銀稱 叫做 內皮 內皮這個地方 當時候 我們不是看那個刻本上面 你是看那個中柱那個周圍的地方 在內皮那個上面呢 直接 籠統的來看 就會覺得中柱周圍 有一條很清晰的線條 OK嗎 好 我那時候 我們就有提到 這個線條怎麼都出來了 如果我們把內皮放大來看的話 內皮細胞跟細胞之間 這一些部位 我現在是做左右鄰居 上下也是一樣 好 對 當你細胞是這樣子排 你把它想像成像磚頭 你這樣子放 這裡一定會留下空氣 內皮細胞做了一個特殊處理 它把這個地方 增加了細胞幣的成分 還加了一些雜質 這些雜質 是吧 它可以防水 這樣 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的目標是 就剛來講的話 如果它要吸收水分跟礦物質 吸收之後 如果還要運輸 你從那個 那個 立體空間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會吸收 根毛是一個重要的吸收部位 對不對 吸收進來你又不可能是有根的細胞在用 如果你要分享到金跟葉的話 它勢必 這個水分跟電解質要走到哪裡才能 一定要走到中柱裡面去 你要走到中柱 接下來呢 因為 植物體內有一個好處 它裡面的管線是貫穿的 所以我只要能夠讓這個地方 進來的水分跟框子進到這個部位之後呢 我就有那個機會順著這個管線 往上傳達到金跟葉 這樣不錯嗎 好 那內皮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會講細節 先看看構造的特性 內皮細胞在排的時候 本來皮層的細胞 是一般的薄壁細胞 一般的薄壁細胞 基本上就跟你吃那個蔬菜一樣 之前是脆脆的口感 為什麼 因為薄壁細胞它的排列比較鬆散 有沒有 所以很容易在細胞之間留下空隙 內皮細胞為了幫助水分跟礦物質可以進到中柱 所以它做了一個構造上的特劃 就是把內皮液全 蝦仁細胞之間容易留下缺口這邊 把它全部塞滿 它不希望水分走這個細胞之間 那希望所有水分跟礦物質要進到中柱 一定要經過內皮細胞 因為這樣一個好處 摔過內皮細胞 它就會有比較大的阻礙 但反過來說它的優點是 我可以控制 這一點很重要 然後 所以它是 像這樣子的方向 可是你轉成這個方向的話 植物根 把它當成一根柱子 所以它連上下的部分 這邊也容易留下空隙 全部都把它塞死了 那因為它那個特別添加上去的材料 對此我們在做根的橫切的時候 對地方顏色相對就比較深 如果東西的話上次那個谷應該可以問得到 OK 所以上次有提到 因為這個紋路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根的橫切上面 有一個很清楚的紋路 把它叫什麼 就是內皮 這一層是內皮 內皮上面出現的那個條紋 就叫做卡式袋 所以卡式袋那個條紋 它就出現在內皮這一層細胞上 這樣嗎 好 這個等一下會用得到 然後 所以我們要再回過頭去看這兩個的問題了 請問 如果 以考慮植物體的運用來講的話 你從植物體的角度來看 OK 水分連帶的礦物質要進入根內 你從真實的情況來說 請問這些東西 需不需要進入細胞才算數 可以理解齁 所以 回到 我們已經學過的部分 這一些物質 這一些物質 它要進入細胞 它們要進入細胞 水分進入細胞 水分進入細胞 水分通過細胞膜 要不要化費能量 不用 它有一個專門給它的一個名詞 水分通過細胞膜的現象 叫做 滲透 你記得嗎 滲透是一種水的擴散現象 對不對 那為什麼水的擴散現象很特別 因為 通常你在彈滲透的時候 總共要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你必須要在這個箱裡的空間之間 要有一個 半透膜 比如說細胞膜 其一 然後再來 這個半透膜的兩邊 必須要有 容易的 濃度 差 半透膜的兩邊 一定要有一邊 濃度低 濃度高 所以水分往的位置 水分的滲透方向 水分的滲透方向 是從濃度低 穿過半透膜 然後進到濃度高的區域 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編導出來講 濃度低 濃度低 濃質濃度低 表示水比較低 對不對 所以水從多的那邊 跑到少的那邊 合理 對不對 那參考的界限在哪裡 參考的界限就是半透膜 而這個過程當中 它可以走水通道 可以走臨時之間的狹窄的空隙 這樣保證 完全不用動高能量 這個就是水滲透的特性 它是一種被動運輸 你想要對它使用能量都用不上 那這下子就麻煩了 因為不需要使用能量的缺點 就是你很難控制 因為它就必須是這個來決定的 好 必須是濃度的梯度 濃度的差距來決定 你現在去想一個好了 憑什麼水分一定會進入根 為什麼不是從根流失 以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既然水分我們很難控制它的方向性 因為它是濃度來決定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是植物體內的水分流失 而是根 你看這個外面的植物 一般的情況下 哪怕我好幾天都不澆水 對不對 那理想來講 它好像取得水分沒有太大的問題 一般情況下 對不對 那就表示植物的根 一定有刻意去在這個地方做混帳 否則它很難持續維持 取得水分的能力 OK 所以如果你只看水的話 你會看不到植物吸收水分的方法 OK 所以它那個方法再往前推 其實是落在這些東西的身上 為什麼 因為電解質通過細胞膜 你帶正電帶負電都不管 反正帶電的東西融在水裡面 對不對 水通過細胞膜都有點困難了 我們那時候講過 這些東西要通過細胞膜 當然也有困難 所以這些帶電固質通過細胞膜的時候 有兩種可以考慮的方式 一個叫什麼 一個是我給你運輸蛋白 但是這個運輸蛋白不用消耗能量 但是你要自己搞定濃度的問題 所以它是擴散 好 但是是有光局協助下來的擴散 第二種呢 主動運輸 越地擴散不用消耗ATP 主動運輸是需要消耗ATP 所以你現在去想像一下 對於根毛來說的話 如果我現在已經肯定 我的外面土壤當中 有我需要的這一些 帶正電帶負電的物質 那我就投資一下 看喔 步驟一 如果 根毛投資一些能量 透過主動運輸 透過主動運輸 好 我們有ATP來表示 如果用這樣的投資能量的方法呢 我們刻意 突然刻意描面溶解的這些電邪質 讓它可以進入細胞 OK 現在是刻意做 所以 有沒有可能 我就可以去產生一個 細胞內 細胞內 是高章的條件 然後 對比 細胞外 是低章的條件 有可能吧 因為我現在是刻意把溶質 從突然這個環境 拿到細胞裡面來 對不對 所以只要我辛苦的工作一段時間 應該有那個機會 讓細胞石當中的溶質總濃度 比外面突然顆粒表面的那個水溶液的溶質濃度還要來的高 所以只要做一段時間之後 我很可能就可以拿到一個重要的條件 就是水分這個時候就可以滲透進來 所以這個過程是不需要消耗能量 然後這個必須要發生在什麼時候 這個必須要發生在跟努力的吸收電解質 才有可能得到這個第二個步驟的條件 當這個條件正式成立之後 水分自然而然就滲透進來 我就拿到水分了 看懂沒 那這樣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好處 電解質是植物需要的 水分是植物需要的 對不對 兩種兩類東西我都需要 我把能量投資一次 用在誰 我用在刀口上面 我用在這些 它勢必 因為電解質很容易牽涉到需要主動運輸 那既然這樣子 那我就乾脆 我能量集中投資在他們身上 順便得到的水分成功的條件 通通都解決了 看到沒 你看齁 所以吸收 外面進到裡面 所以這個過程叫做吸收 解決一半了 因為你現在倒了這裡 倒了這裡之後呢 植物有一個好處 植物的細胞跟細胞之間 要交流成分很容易 所以你只要能夠進入根毛 根毛跟皮層這邊 大致上來講他們交流都很容易 可是問題來了 既然交流很容易 也就是說 那我用藍色的箭頭來看 你現在進到根毛裡面的這些水分 我可不可以分享給旁邊的皮層細胞 可以 可是反過來說 那皮層細胞的養分 這些水分跟電解質 有沒有可能往這個方向流動 那也可以 因為這裡進來的時候 通通都是植物體內的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又發生一個很麻煩的問題了 我們的目標不是只到這裡 我們的目標是到這個地方 了解嗎 進來植物體內 對植物體內的細胞來講 你我的條件差不多 沒有必要 我一定要往這個方向流動 所以進來之後的第二道的觀看是 因為我們不是只要應付皮層的需求 我們希望它進入中柱 我們還希望它從中柱往上流動 對不對 所以假設這是一個根 我們把它切出來看的話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希望它有一個這個方向的流動 對不對 所以這是橫的問題 這是縱向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既然這一招很好用 那麼就乾脆再來一次 內底這個地方 這個管道水分要通過 基本上完全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是走這個管道就OK 但是有前提一樣 憑什麼水分要從皮層進入中柱 那你要點它一個條件 所以這個條件就是 中柱這個地方它就開始很認真地做一件事情 另外的步驟一 好 屬於中柱這邊所發生的事情 它內皮就開始認真的 將皮層所在的 帶正電帶輔電的東西 然後呢 透過主動運輸的方法 把它丟到中柱裡面來 所以接下來這個時候呢 我中柱內的電解值開始累積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內外的高低濃度的差距 所以這個條件滿足了之後 接下來步驟三 直接開始移動 水分就可以滲透進去 不用ATP因為只要滲透 既然這個技巧很好用 對不對 你那樣只要投資一次 兩個東西通通都解決 幹嘛不用 好嗎 所以植入在整個這個方向上面 讓水分跟電解值的流動 有兩個很重要的關卡 第一時間 土壤相對於跟細胞 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們去利用主動運輸 拿到電解值 帶來一個滲透的條件 然後水分就可以開始發生 滲透現象 欸拿到了 對不對 第二個是要讓它進入中柱 所以這件事情呢 由內皮這個地方負責 你把內皮想像成 我現在呢用一層細胞 做出一個非常大的選擇性通透膜 你看 我以整個根的輪廓 這個地方形成了一個選擇性通透膜 或者是它有半透膜的特性 對不對 半透膜的特性 所以呢 當內皮細胞 開始透過能量的消耗 將電解值再繼續往中柱裡面堆 我就可以再次拿到一個滲透的條件 所以滲透發生 OK 中柱拿到水分了 看到沒 橫的解決了 所以現在這個方向還沒解決 好 如果你想像一下 這個根 所有的運作通通都正常 根毛做它自己該做的事情 內皮做它該做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 整體上來說的話 應該水分是直進不出吧 這樣好 這樣好 如果所有的這一些相關的細胞 都各自扮演好它的角色的話 對不對 就是拿到溶池 帶動水分的滲透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 我們大概可以預測 水如果直進不出的話 接下來的問題來了 中柱這個地方 它的空間應該是有限的 那你水一直往裡面流 那可是我的空天就只有這麼大 所以勢必會在水分進來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空間就被水塞得滿滿的 那如果這個當然用根來看 你會覺得好像 如果你現在用一個 這裡有一個管子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再去接一條水管好了 然後這邊接上那個水龍頭 然後水龍頭一開 水龍頭一開 你去看這個管子 假設它是一個玻璃管 對不對 水龍頭開起來之後呢 沒多久之後 這個水位就逐漸的上升 請問水位為什麼上升 因為水一直關進來 你水龍頭一打開 對不對 然後水一直持續的補充進來 然後因為它有水壓 對不對 所以後來呢 這個水 這個管子裡面的水柱呢 就一直持續的上升 對不對 甚至於最後到滿出來 所以 對於中柱所在的這個範圍也是一樣 如果現在呢 整體上 從表皮皮層到內皮這個地方 它不斷的讓引導水分可以往裡面流動的話 中柱裡面的水勢力會過多 過多的情況呢 接下來第四個 我現在沒有空 接下來 在中柱內 在中柱內 基本上 它的紅牙 就是一種 液體所帶來的壓力 因為水一直往裡面流 所以它會形成一種液體的壓力 所以水如果持續的往裡面流的話 這個液體壓力一定會越來越高 好 所以這有點像是 你現在呢 那個玻璃管接著軟管 水管 然後這邊有個水龍頭 水龍頭一打開之後 水開始流出 對不對 然後所以呢 這時候 當水龍頭來的方向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最後呢 這個水就流到這個管子裡面去 而且這個水柱還會升高 好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如果能夠持續的引導水分 往中柱流動的話 中柱內的水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基本上 它有一個方向是長空的 木質部的細胞 是死細胞 還記得吧 對不對 木質部的細胞 只是死細胞 所以一旦水進來之後呢 水 好像是自進不出 可是那個水壓就越來越高 所以最後逼得它 只好把水 往上推 可以想像喔 水 水 這個空間堆滿了 水還在繼續進來 對不對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解決 如果空間有限 可是水又不斷地往裡面跑 所以最後的解決辦法是 沒關係啦 這個方向 管子是暢空的 因為它是死細胞所構成的 它不會阻止你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 由想往上把水推上去的力量 就把這個現象叫做根壓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根部所形成的地體壓力 由根部這邊去把水往上推動 這道理有點跟很多家庭事實上呢 會把那個自然水管線接到屋子裡面的時候 你可能會再選 有一種選擇 就是在你們家的一樓裝一個馬達 然後呢 把那個水往上推到樓上的那個水塔 不過這會有一個缺點 等一下就會看得到 好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你就把它想像成 對於植物來說的話 我可以在根部 因為現在可以形成一股推力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根部 利用吸收的時候 順便形成了一股壓力 我就利用這股壓力 把水往上推 聽了嗎 這個現象就是根壓 那事實上有一個根壓的現象 剛剛講的破壞性的做法 其實你不一定要做 因為真的是破壞性 所以還有一種觀察根壓的現象 在空氣比較潮濕的情況之下 清晨或晚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看植物的葉子邊緣 不是會冒出一顆一顆的水珠 有沒有 然後 那個現象叫做命義現象 命義左右 因為很多植物的葉子邊緣 那個巨齒狀的缺口處 那邊的角質層會比較薄弱 OK 如果是在清晨到深夜之前的這段期間 植物的氣孔大致上是關閉的 如果植物這個時候 還在拼命的吸收水分的話 這一股壓力往上推 剛好 假設這個壓力還蠻充足的話 這樣一路水分一定是被擠上去 擠到葉子的時候 葉子這邊找不到水分的出口 所以這時候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會找葉子最薄弱的地方 然後把這個水擠出去 只要累積一段時間 你會在葉子邊緣 那個巨齒狀的邊緣 這個地方看到一顆一顆的水珠 我跟你講 所以命義作用其實就是因為 跟壓所造成的 不過它有兩項條件 跟壓只是其中之一 還有 它還有食二 好 所以 這樣比起來 看得出來吧 跟壓應該比毛細作用務實多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有點被動式的 我是利用管子很細 這樣水柱上來 對不對 這種的話是比較主動的方法 我利用吸收的過程當中 順便造成中柱 有一個非常好的液體壓力 我就順著這個壓力 讓水往上推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剛剛講的 那如果你家那個馬達 就是那個 抽飲自來水的馬達 真的裝在一斗的話 很不幸的 它就會有一個限制 比如說呢 你們家五層樓高 然後去找一個很弱的馬達 然後就發現呢 這個水會推得很辛苦 不只是辛苦 它可能還推不到 預期的高度 比如說你們家的那個水塔 是裝在五樓 結果呢 這個水只推到三樓 當然不行 所以 跟壓目前 我們給你一個參考數字 這數字參考就好 搞不好只有十公尺 這股力量恐怕只能把水柱推到十公尺的高度 那你看往外看 超過十公尺的植物不少啦 所以接下來不幸的答案就來了 也就是說 跟壓看起來跟毛細一樣 它沒辦法解決所有植物 要把水分送到葉子的問題 所以要找第三個 這個是附加價值 管子構系一定是在 這個 利用水分的時候 順便就產生了壓力 往上推 很好 但是呢 無法滿足 對不對 所以要找一個更可靠的 欸 黃細中用可以擦掉嗎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弊案 黃細中用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有這樣的管子 我都可以讓你形成水柱 所以它在維持水柱上面的供應是最大的 但僅止於此 所以接下來的 接下來這個機制基本上就很重要的 當氣孔打開 所以我們就從氣孔打開開始看 第一個 因為氣孔多數存在葉子 當然金草本金也可以出現 好 所以呢 從 從氣孔開啟這件事情來看 植物當初呢 在陸地上發展的過程當中 為了防止水分散失 所以呢 它在表皮的地方 形成了角質層 但問題是 它又要取得二氧化碳 對不對 可以順便讓氧氣過散出去 所以呢 它又流下了氣孔這個構造 由一對保衛細胞所形成的東西 這是一個折通的做法 我把氣孔關閉 大致上植物 就比較不容易散失水分 所以天導後來看 一旦氣孔打開請問 為什麼氣孔打開 是很容易水分散失 因為這裡面通通都是細胞 請問細胞裡面什麼東西最多 水最多 OK 你看到外面的環境 一般在空氣當中的相對濕度 比如說現在應該沒有什麼下雨的可能性吧 對不對 一般 通常空氣的相對濕度比較低 而我葉子內部又充滿了水段 所以你繼續想揣摩那個狀態 一旦氣孔打開之後 這時候呢 植物體內跟外面 現在就變成是一個連續的空間 這邊水比較豐富 外面呢 相對比較乾燥 所以氣溫水往哪邊跑 因為很明顯 所以接下來 氣孔打開之後 水分往外跑 留下空間不太夠 所以氣孔開啟之後 就會導致葉內的水分散失 這個過程就叫做增散 所以植物要保有水分 一個比較安全的做法 就是關閉氣孔 所以為什麼通常晚上關閉氣孔 你用不行光合之後 對不對 不行光合之後 我就不需要打開氣孔拿二氧化碳 所以這時候氣孔關閉 讓你比較保險 但白天不得不嘛 因為你要 你白天要行光合之後 你要打開氣孔 才拿得到二氧化碳 可是你拿到二氧化碳的同時 基本上你會蒙臭水分的損失 對不對 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因為水分的損失 如果持續進行的話 植物可能會有一點脫水 對不對 長期下來當然被植物的生存 會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你現在去看 這個地方發生徵戰 表示我葉肉這個地方最明顯 好 第一衝擊到的就是 這些炸妝細胞海綿細胞 對不對 他們手上擁有豐富的水分 所以你現在呢 把炸妝細胞跟海綿細胞 想像成 這邊有點像海綿一樣 好 當葉肉這個區域 當葉肉的區域水分變少的時候 植物脫水 你從這個植物脫水 算害 這是負面的效應 那如果 你從另外一個正面的角度 來去看待它的話 植物如果脫水了 是不是表示 它吸水能力變好了 聽懂齁 一個植物 一個植物細胞吸飽水分的時候 其實是它吸收水分能力最差的時候 因為它水已經夠了 所以反過來說 植物細胞在脫水的時候 反而是它吸水能力最好的時候 但問題是因為現在氣孔打開 所以水分只出 不進 所以對於植物細胞 雖然它吸水能力很好 但有沒有哪個地方 可以補充它水分來源 這裡有水啊 木質部 丸子裡面 不是就有水分嗎 對不對 所以當葉肉的水分有損失的時候 恰恰好可以引導葉脈的木質部水分 向外流出 補充葉肉的損失 所以現在呢 葉脈 葉脈水分開始產生流動現象 你現在再去看 整個葉子這個地方 如果都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呢 所以呢 我們現在從部位 從器官的冷體來看這件事情 葉片所在的區域水分有損失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相對來講 哪邊的水比較充足 應該是金這個地方 所以葉子的水分損失 就可以帶動金的水分 留下葉子 當然同步的 它就可以這樣 跟水分也帶動起來 所以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有一點像是 我現在呢 把抽水馬達直接 裝在頂樓 就在水塔的旁邊 對不對 我直接用抽的方式 因為我把馬達 裝在哪裡 裝在目的地 就是你這樣頂樓 所以這樣一抽之後 對不對 可以保證 這個一件事情 這個水分基本上呢 可以上達最終的目標 就是葉子 所以植物在運輸水分上面 第三個 最能夠確保 水分可以一路達標的 就是增山作用 所以這個是最主要的 根壓絕對可以幫得上忙 但有它的極限在 事實上增山也有它的極限 目前估計 地球上的植物大概 只能撐到一百公尺 那對大部分的植物來講 也鬥了 所以那個馬達 還是有它的馬力 的極限 那大概就是 差不多一百公尺來看 所以 雲暗氣孔打開 所引起的連鎖效應 你看 葉子的整體性的水分損失 帶動的 精英的水分流向葉子 根的水分向上 對不對 而且不要忘記了 這裡還有誰幫忙 這個地方 還有根壓幫忙 往上推 對不對 這邊往上抽 這邊往下推 兩個結合起來 這個力量應該還蠻夠的 這樣就滿足了大部分植物裡面的水分去運輸了 OK嗎 好 那面部的部分就是 我們如果有機會有空再補充吧 連這個力量 新鑰才被砍掉了 那那個 從這個部分的單元開始 網路上的影片幾乎都是 都是屬於那個 你們會看到的 比較基礎的內容 所以 要做運行複習的話 基本上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嗎 尤其第六章 好 是應該 BG會跑到 BG檔 BG檔 對跑可能會跑到 3-4-1 所以我們還有很大的 武力空間 好 拜拜